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6月5号 世界环境局前期 由欧洲社会创新教育迈克尔·诺顿先生发起 著名投资专家奥利费·罗斯柴尔德等人 积极响应参与的2015亚洲环保创新论坛 在深圳南山局外 6月2号至3号 来自英国 德国 新加坡和香港与台湾等地的 社会创新行动者 投资人和环保人士 与来自全国多个城市的 众多关心环境问题的 第200位伙伴齐聚于堂 在保创新 副化于投资的组织下 讨论如何为世界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寻求解决方案 通过支持更多的创新 帮助企业或者可持续成长 吸引投资 推动跨界交流合作 和医居持续建设 面向全球及整个大洲地区 培养环保创新力量 我非常开心参加这个论坛 因为我认识了 遇到了很多人 都在我们乐好市做一样的事情 在不同的城市 包括深圳 香港 北京 也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新加坡等 都有这样的 对可持续和健康的 更好的未来 有很看好的想法 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各个议题 各种问题 不是一个部门 一个机构可以解决的 需要跨界的合作 非常高兴有今天这样的平台 可以把来自全球的 NGO的企业的 企业家的 NGO 还有这个社会企业家 凝聚在一起 利用各自的智慧 探讨解决环保各个方面的问题 环保创新论坛 它是不只立足于国内 更多的是把视线放在了全亚洲 甚至我相信以后 会是面向全球 这也是我们特别欣赏的一点